嫌犯喝得醉醺醺 把吊燈砸爆還不夠 揮舞手中大鐮刀 對著玻璃門就是狂揮猛砸 店面玻璃全碎了還沒完 嫌犯還闖入店面大搞破壞 把東西通通騷到地上 還用力過猛 整個跌倒頭部撞到櫃子 用力過猛不慎自行跌倒撞傷 本手除了到場處理 馬上通知119 然後順便將他送往醫院救治 事情發生在8號晚間 南投這家護膚店 嫌犯闖到裡面搞破壞 搞到自己都受傷了 還是不肯罷休 連櫃台都被推翻 上頭的文件掉滿地 嫌犯這才累的攤坐在沙發上 警方趕到現場 他還醉醺醺的坐著裝沒事 警方到場後進調查 並對他施以酒冊 發現他酒冊值高達1.13 然後立即依毀損現行犯 當場逮捕 原來是嫌犯揪後想要按摩放鬆一下 可是因為嫌犯喝得太醉 按摩店的老闆拒絕他進到店裡面 沒想到嫌犯一氣之下 拿大鐮刀把針尖護膚店弄得一片狼藉 揪後鬧事不但得賠償 店家損失 還得負起刑事責任 借宏建民南投報導